好 剛剛大佬提到說 全球的軍力排行榜 到底哪個國家現在是第一名 的確確現在有一項新聞是 美國新聞與世界 根據賓州大學開發的一個模型 它綜合評估 訪問來自36個國家的政商學界精英 然後針對145個國家 來做這個所謂的排名 第一名出爐其實我們有一點點驚訝 我個人有一點驚訝是俄羅斯 第二名是美國 第三名是以色列 第四名是中國 第五名是南韓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大佬給我們指證的一個訊息 非常謝謝 不過現在很多國內的觀眾朋友 可能更關心這一題 劉德華來台灣開演唱會睽違11年 那當然因為颱風攪局 所以他delay了一天 可是還有更多的政治上面的攻擊跟防衛 包括有立法委員 有民意代表說 你是政協啊 你是媚共的人啊 你怎麼可以來台灣開唱呢 甚至他的曲目裡頭有一首叫做 中國人 也引起了某一些人的反彈 我們來看看 舞台不僅簡體字 還有龍在飛舞 王一川的dress PO出藝人劉德華 來台開唱經典歌曲 中國人 但被質疑這橋段 有統戰疑慮 繼王電宇批劉德華媚共後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一川 補刀問 這是中國演唱會的畫面嗎 這設計非常非常中國 王一川的貼文 湧入大批粉絲怒嗆 風向帶不動 還偷編輯貼文喔 真的是廢文一篇 劉德華對台灣的貢獻 比你還多 今天晚上也會參加 真災的晚會對不對 我是這一次為了這個過來 確實劉德華算有台港星 爸爸風災和921大地震 劉德華出錢出力 唱歌募款捐稅貸 作家飄浪島嶼則回憶 2018請劉德華當金馬嘉賓 現在卻趕走 如果有破例 政府就嚴禁 陸行來台 劉德華畢竟他確實 是中國人嘛 他有他所支持的這個國家 但是我們也有支持 我們自己的國家喔 但我們還是希望說 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 王一川對此沒有回應 雙網嗆天王 沒獲得政治紅利 反倒踢到 滑掃門鐵板 來 這個淑慧有去聽嗎 昨天 我覺得到底是有多腦殘喔 才會再去把劉德華 跟他的歌抹紅喔 就是你有多扭曲的個性 才會去做這件事情喔 先說昨天劉德華的這個 所有唱的曲目裡面喔 有國語 有粵語 有台語 他連台語都唱了喔 世界第一頂喔 所以我覺得你還要人家怎麼樣喔 那他唱的這個中國人喔 這首歌喔 他的第一句是 五千年的風和雨喔 你從這句就知道他講的中國人 是文化的中國喔 並不是 氣象啦 什麼文化 你說風和雨啊 氣象 有四啦 五千耶 有四啦 五千耶 現在在叫我們喔 我們說的是那個文化的中國喔 有四你王毅川喔 跟你的王定宇裡面喔 你們思思念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喔 所以最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你們民政黨喔 什麼東西都會去想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喔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腦子裡面 到底在想什麼喔 這是第一個喔 第二個你去說人家媚共 你知不知道劉德華的國籍 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喔 所以看何來的媚共喔 你要說他是愛國歌手也可以喔 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喔 都要這樣去切割喔 這個 姑且不論說劉德華在台灣 有多少歌迷啊或是什麼 真的沒有必要喔 然後要去造謠說 他是什麼中國的什麼政協的什麼什麼 他明明是電影協會的這個副主席 不是政協副主席 他是電協副主席喔 但這些都不重要喔 兩岸之間本來的電影 這個藝文的交流 本來是沒有問題的 但這幾年在民進黨喔 這樣子的意識形態的這種 這種對峙之下喔 兩岸的所有層面的交流 現在都呈現這種喔 對峙對立跟對抗喔 我們剛剛前面一節在講就是 欸這個欸這個在講說 欸美方喔監控到對岸再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我沒有知道喔 這幾年民進黨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備戰才能避戰喔 但是民進黨沒有告訴我們的是 我們在備戰的同時 對岸也在備戰喔 全台灣所有的媒體裡面 大概只有戰情勢 每一天會告訴我們一點點 其實對岸也都在備戰 好為什麼呢 因為你台灣要備戰 那我就也要備戰喔 你備戰一我就要備戰二 這樣的軍事競爭下去 你覺得誰會贏呢 大陸的想法很簡單啊 軟的不行我來硬的 禁酒不吃我來我給你罰酒吃 你會覺得他很可惡很霸凌 是啊那民進黨那你拿什麼策略出來呢 過去國民黨一直希望用 和好和平合作 你民進黨為了跟國民黨差異化 你就說不行你國民黨太軟了 沒種我就要拿對立對治對抗 可以啊那你現在你就要來收拾殘局嘛 你很有種你很硬 那你就要發展軍事你就要備戰 可是你到頭來你就是要找外國勢力來幫忙嘛 你找外國勢力來幫忙 所有的歷史都一樣 你找外國勢力幫忙 你就是要割肉餵鷹嘛 要不然外國勢力為什麼要幫你忙呢 我前天真的做了一個夢下行 就是川普當選 有人打電話跟我講川普當選 我告訴大家川普怎麼告訴我們 第一個 你台灣要交保護費 你要交保護費 可是如果大陸還是動武的話 我跟大陸收罰款關稅200% 所以打跟不打我美國都有錢賺 那不打的時候你台灣要交保護費 打的時候我跟大陸收罰金 關稅200% 所以打跟不打我都是我美國賺錢 可是台灣呢 我繳了保護費 還不知道美國要怎麼保護我 劉德華其實在台灣 在中國大陸 其實應該是所有的華人世界 大家都蠻受歡迎的 應該是蠻受歡迎的 也蠻正面的 我自己有訪問過他一次 他人真的非常的好 大佬等一下會跟您說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所謂的中國人 這件事情 這首歌他到底出自哪裡 我也是去查了之後才知道 他其實1997年那時候就發行了 那時候是香港回歸 還記得嗎 那劉德華出了一張專輯叫做 愛如此神奇 1997年4月發行 裡頭有這一曲叫做中國人 那中國人 他的作詞是我們台灣人 李安修作詞人 他是台北人 作曲人叫陳耀川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超有名的一位作曲者 陳耀川 我們台北人 我們台灣人 編曲叫圖惠元 他是台南人 跟大佬同鄉的 那另外還有一名編曲人 叫江港生 一聽就是他的名字 就知道他是香港人 那裡頭的歌詞 剛剛淑惠有提到一點點 五千年的風和雨啊 藏了多少夢 黃色的臉啊 黑色的眼不辨識笑容 八千里山川和樂 像是一首歌 那最後這裡是 手牽著手 不分你我昂首 向前走 讓世界知道 我們都是中國人 那當然大家知道 王毅川跟這個 王定宇很不開心嘛 那劉德華就說 唱中國人又怎麼了嗎 夜元之說 對不起夜元之說 我唱 舞女 我就成了舞女了嗎 那被針對這件事情啊 羅志強說 小英總統曾經講過 沒有人需要為認同道歉 這是民進黨的插話嗎 那林一濤是說 民進黨的警總出現了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的自我審查 那這件事情大佬有看法 是的 我的跟所謂的看法 當然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活過了四分之三個世紀 我看過所有的奇奇怪怪的現象 我是覺得劉德華可以唱的歌那麼多 為什麼偏偏就要選這一群 難怪偏偏跟王定宇會有意見 但是我對偏偏跟王定宇 我不跟他吵這個東西 因為他沒有他們的立場 他們講這個有票啊 你為什麼跟他計較這東西 不過剛剛蘇惠講了一句話 因為我們今天很嚴謹 對每一個字都很嚴謹 蘇惠剛才講他 什麼歌都唱 廣東歌 國語歌什麼歌 連台語歌也唱 為什麼用那個連字 你給我解釋一下 因為他是香港人 他來這裡唱台灣歌是很自然的 為什麼要用一個連字 因為他不會講台語 所以學了就對了 那就還要加分了 不然要扣分還要加分 因為他不能說台語 不是 我跟你講 這個你看作詞學曲的 都是台灣人 這是老蔣的時代 就是景種的時代 這一條歌是要永遠變成靜歌 而且這作曲作詞的 其他的歌也要是靜歌 而這兩個人要打入黑牢的 你知道嗎 所以每一個時代 都要他的背景 都要陪他看法 尤其是政治人物 都各取所需 各取所用 我今天如果我們跟傲春 還有跟王定宇 計較這個東西 我們就跟他同流了 是 好 進一場廣告 好 台延的前董作 也是民進黨的大咖 陳啟玉 因為他是新潮流的 也做過高雄市的副市長 他涉入一個涉嫌掏空台延的弊案 掏空11億 而且還有收錢 檢察官半到一半開羈押亭 結果他人不見了 落跑了 在野黨說 你民進黨政府沒有逃跑 無防逃的機制 還是刻意調綱 讓他跑掉的呢 我們來看看 這是陳啟玉 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周天後 羈押亭上不見人影 台南立委謝龍介 直指陳啟玉 已偷渡出境 陳啟玉先生 應該回來接受 思法公平的心盤 對你的生命財 安全 更是最大的方法 你走 恐怕有人的 肚子你不會扣也不得卡 所以檢察 要了解 本案還有其他重要的比格 同樣位居高位 呼籲檢察辦案 要多加油 指示陳啟玉的消失 誰知過 台南地院回應 刑事訴訟法 並未賦予法院 對嫌疑不足之被告 進行科技監控權限 且檢方也未申請 但過去司法院 曾含文各級法院 指示建立準即時抗告制度 也就是法院 在處理重大羈押 抗告案件時 因在24小時內做出裁定 不過看看上個月24號 南院裁定五保釋放後 25號檢方提抗告 可是案件直到11月1號 才開庭 跟賴清德一樣是戲出同門 是不是只是過水 只是在演戲 不過台南地院辯駁 高院28號才發回 原排定10月31號開庭 因颱風採延期 而據悉南檢出不調查 陳啟玉目前並未偷渡出境 所以現在南檢跟南院 看起來已經變成眾水之底了 大家說你們辦案辦什麼樣子 人跑掉了 包括你看到台南地院有反駁 他說我全程沒有任何的延宕 不周之處 在10月20幾號的時候 本來要押這些人 就是這個台延案的一些人 那後來這個南院是讓他無保請回 那後來檢方抗告 抗告之後呢 在10月28日發回 本來分案在10月31號要開這個積壓庭 可是因為颱風嘛 所以延到11月1號 就11月1號人落不去 那白銀民眾黨說 台南院檢唱雙黃 故意的要放水局氣大將 這是來自於民眾黨的指控 那另外我們看到呢 南院那個時候呢 現在大家說曾經啊 南檢有開38張搜索票 要來辦案 結果通通被駁回 是不是有這個縱放人犯之嫌呢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看 包括謝龍介 他是神之預言 他10天前就在立法院 質詢了警告了這個 包括我們的法務部部長說 聽說有人要落跑了 你們要注意 結果還是讓他給跑了 那現在人到底在哪裡呢 我們看到檢調是這樣講 說他人還在國內 可是如果在國內不出庭 好奇怪喔 他在躲什麼 這個案子是不是比我們想像中的更複雜 我想檢調我必須要負責任的說明說 為什麼你認為是這個人還在國內 因為我們現在看這個那麼社會矚目重大案件 而且都還算是新聞已經追了一兩個月的時間了 結果卻發生是說當第一時間檢調要求要羈押的時候 他南院沒有同意 而這中間九天之後再要羈押的時候 他就已經跑不見了 那現在不見的狀況很多人講說他已經偷渡出境了 他根本已經不在國內了 那如果說南檢現在有認為說他還在國內的話 你應該告訴我們 再者有沒有掌握他在哪裡 那掌握他在哪裡之後 他為什麼沒有道案去說明 以及道案去做後續的一個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指指的是這只是一個頭 而後面是冰山一角 很多可能民進黨的人士都有涉案進去 那如果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也無怪乎謝龍介文會講是說 他如果說跑有可能會殺人滅口 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兩個部分 第一釐清是說 為什麼當初第一時間沒有去羈押 而讓他多了這九天的時間 是不是有風聲走漏 是不是有消息透漏 讓他有這時間足夠出去 讓他去逃脫 第二 當後續南檢有怎麼樣 能夠把這個案子給直接辦下去 辦到水落石出之處 還是就變成是不了了子 還是就變成是說這就玄爛一樁 到最後 從此人不見蹤影 然後從此我們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生死未明 然後這件事情就不了了子 所以如果說大家要怪說 為什麼司法在所有的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裡面 不夠信賴的話 第一 民進黨過去喊了八年的司法改革 從2016年喊到現在 司法到底是越來越讓大家信任 還是越來越讓大家懷疑 看到特定人事就轉彎 第二 我們真的希望是每一件案件 都是一樣的標準 讓所有的事情水落石出 這才是我們要求司法 勿往勿縱的最高指導原則 是有人就講說你該壓的不壓 那讓他跑了 不該壓的壓這麼久 也有人這樣講 這當然都是來自於民眾黨比較多 我跟你講 陳其一這個案子啊 很有意思 很有學問 在考驗大家的智慧 首先我講民眾黨 民眾黨錯了 你們說是願檢 南願難檢 在唱雙話 不是 南願難檢 富有心結啊 他們現在正在推 責任是你 他們推過來推過去啊 怎麼會唱雙話呢 現在民眾黨就是因為阿伯 常常喔 就誤判形式嘛 但是喔 我覺得 在講謝榮介 你敢逃跑 幸虧 逢胎來 你不敢走 你死了 有人就把你做掉了 其實這個也誤會了 謝榮介指的 有很高層的綠營的人 會逃跑 不是只陳其一 比陳其一更高的 你知道嗎 非常高的 我曉得是誰 你曉得是誰 我不能講啊 我講了我麻煩 你寫下來給我 我跟你講喔 到目前為止 南願跟南檢 都有一點愧疚 因為他們都曉得 他們不周全 南願錯在哪裡 南願說 你用法條錯誤 因為這個不是 證券交易法的 因為這個綠能公司 不是他 不是上市公司 但是根據大法官解釋 這個可以算 因為他上面是台演 台演是上市公司 他們的關係夠緊密 所以算 所以南願應該是 也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 但是問題是 當南願駁回那個 擠壓的時候 他這個人就不歸南願管 這個人歸誰管 又回到南檢了嘛 對啊 所以當庚裁的那個 南願還沒有在英國風太的關係 沒有再做規模 這個人的責任在誰手了 在南檢嘛 所以在你南檢的手中的期間 跑掉的 南檢的責任 遠遠大於南願 來 國毅 我老實說現在 重點不是南檢難願 到底他沒有恩怨 是民眾看到這些結果 真是莫名其妙啊 非常誇張啊 你有總統的口氣 這個是 你這個亂講 你講清楚一點 我講清楚 我們今天的節目 重點在精準 你知道嗎 講精準 為什麼很嚴重 而且這個過程 真的臭不可聞 先講第一個 台演子公司台演綠能 一開始被發現了 他是用88槍擊案的關係人入股 這是很嚴重 當代被執行的經濟部 之後的官員怎麼回答 他說沒有啊 我們部內也是強烈反對啊 我們不同意啊 結果是在陳啟玉的堅持下 最後才被迫引進了民股 他就這樣講 把責任推給陳啟玉 然後呢 又發現了 台演綠能88槍擊案 有關係的這個民股啊 公司名稱叫什麼 叫做陳陽光電 陳陽光電之前已經捲入了一宗 高達3億元的詐騙案 結果呢 陳陽光電的負責人 跟他的會計 交保就算了 最關鍵的會計啊 大家知道多少錢交保嗎 15萬元的交保 這非常離譜不合比例 然後陳啟玉呢 更是用他個人的職務的方便 來讓土地開發 跟光電工程的手法呢 過程中掏空了台演 將近12億元啊 過程呢 就剛剛大哥講的 離譜跟囂張 為什麼叫囂張 要知道台利原本 是可以自己賺到所有利潤的 台利特別在陳啟玉要求之下 找了一個中間人 就是所謂的民間廠商 用中間人來做承包商 來把台利本來應該要有的利益 全部賺到了 所謂的中間廠商手上 甚至是在台演的 會計跟機殼單位 都不同意的情況之下 陳啟玉照樣不甩 直接要求與特定廠商簽約 簽完約之後呢 錢不但台利沒有賺到 最後暗場的風險 要台利來扛 已經這麼嚴重囉 然後減掉 在這次也更好笑 他已經查到了 陳啟玉近年來 有收到了從廠商匯入 累計千萬元的匯款 甚至還有部分業者都自己承認啊 又給陳啟玉回扣啊 這麼明顯了 這麼離譜 這麼大家都知道有問題的案子 最後台南那個地院怎麼做 把他放回去 然後理由是 過程中沒有任何延宕 沒有任何不周之處都依法辦理 所以我講吧 現在重點已經不再是 那個難檢已經難用了 態度怎麼樣 有沒有恩怨了 是他們這種做法 這完全沒有公信力 讓人民去唾棄啊 來這個夢話 我想陳啟玉出題 他真的是對司法來說 非常難看一件事情 在一開始的時候 南檢想要壓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當時無保請回的原因 就是因為說舉證不足 因為怎麼知道 台延跟台延綠呢 是兩間公司 當時候呢 南檢他們在提的 就是內容 申訴的內容裡面呢 我覺得其實沒有寫的 非常的嚴謹 我們知道其實法律文書 你要寫非常嚴謹的 財政公司把他認為是一個理由 就算外面的證據 大家覺得說 可能多麼的有證據 但是在法律文書上面呢 還是必須要嚴謹的 所以當時南院 可能認為說舉證不足 把他無保請回的 這其實也不是最近的案件中 第一個無保請回嗎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之前 柯文哲也被北院 裁定無保請回過 那當然後續呢 就是其實跟這次 陳其一的狀況是一樣 那我覺得這次 其實南院呢 有狀況是為什麼 他們其實真的有 延宕了幾天 那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高院那時候 發回來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週末 那也許週末過去了 那後面呢 他開積壓庭的時候 其實跟我覺得 跟北院比起來是 真的相較這要晚了一點 這個也成為大家 這提的一個疑問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呢 其實大家是要那個好好來 相關的司法體系 是要來檢討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覺得這個主要 問題的重點也在 到底在這種過程中 你要怎麼樣來防逃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陳其一有禁管 可是他有禁管的狀況之下 那他如何 如果偷渡或等等的狀況 我覺得這方面 在這種時間呢 你要怎麼樣來做好 更多就是防逃的檢討 這個也是我覺得 我們司法體系必須要 來好好來做的 還有一 我想看到這件事情 不只是民眾黨 還有我們的社會大眾 應該覺得第一件事情 很諷刺 第二個也覺得很心寒 我們的司法體系 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的檢調體系 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首先剛剛博弈哥有講到 這個弊案其實 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的前立委陳婉惠 他就已經提出來了 那去年這個 我們現任的這個 黃國昌委員 他其實去年也踢爆這件事情 但是呢 檢調都沒有動作 一直到最近才開始辦這個事情 已經到快要兩年囉 拖了快兩年 司法案件這麼重大 陳啟玉他擔任的是台鹽綠能 背後牽涉的利益 龐大的這個集團 這個這麼可能會發生貪污的案件 而且目前看起來 很多的證據都已經顯現了 結果我們的檢調單位 居然延宕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快兩年的時間 那我們再看到 現在北檢他被北院發回來 駁回的時候 結果居然拖了9天 跟各位報告一下 柯文哲的案件 他從8月30號被北檢去搜索 然後他第一次被關進去的時候 是9月2號 然後那個北院就把他 這個駁回嘛 他就出來了 不到兩天 又被北檢帶進去 那這一次就直接被羈押 你認為速度更快 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再來看到這一次 10月25號 北檢又提出來 要他延長 要申請延壓嘛 然後結果呢 中間我們扣掉這個 週休二日和颱風價 三天 三天就讓他延壓 如果民進黨 他是可以用辦柯文哲的速度 去辦所有台灣這些 綠能光電的弊案的話 我認為台灣就沒有貪污萬了 台灣接下來就是政治清明 好 進一下廣告 接下一個後 今天我們會排出的 階段一年 一年 二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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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